有一个人讲得很好 每个月的营收都比上次月高 半导体市场杂音不断 外界关注景气回暖时机点 预创科技董事长卢超群认为 景气应该会在第二季落底 第三季开始成长 2024年是一个非常爆发的年 很多的应用面 包括汽车啊 包括HyperFone Computing AI啊 都要爆发 我看很多的厂商会在明年的 第一季第二季接到 比较特别的订单 迈向未来的五年 看好半导体明年再迎来爆发 卢超群表示 记忆体现在已经到了谷底 不过未来AI使用记忆体 将是现在的五倍到十倍 可以稳定三到四年 而展望产业未来 科技产业媒体社长黄清勇 也点出了人才问题 因为面对我们人才不足的问题 所以政府对于我们 譬如我们的侨民的小孩 比如东西南亚的 甚至德国意大利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更开放性的胸襟 去接纳全世界的人才 这个台湾必须要面对 而且必须要接受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跟其他更多的国家合作 我相信除了日本会找台湾 黄清勇认为 地缘政治影响下 未来都会面对区域分工问题 全世界投资区域保守 台湾如何获取更多资源 是策略上应该考量的 应该以更开放的胸襟 面对世界格局改变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建伦 曾鲜敏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